青年志工竞赛高雄青年医疗志工队获得服务创新奖 细心聆听照料长者 服务范围从创世基金会 教养院 厂照机构 结合人医会进行疫诊活动 提供牙科治疗 口腔卫教 看到植物人在没有接受过治疗的时候 他们口腔的状况是非常糟糕的 然后有我们的人医会的团队去进行疫诊以后 给他们带来的很大的健康的改善 定期长时间陪伴慈基大学共有三个团队入选 其中慈基大学偏乡教育获得基优服务奖 深入偏乡教育提供孩子课后辅导 陪伴 给孩子文化知识课程打开眼界 增添学习动力 孩子们他们周末不会就只有在家里玩手机 而是有更多的课程可以学习 然后包含像是家庭资源管理 情绪议题 交通安全 还有亲子教育 陪伴小朋友他们慢慢长大 其实我觉得在陪伴的过程中 就会发现他们看到他们的成长 其实我觉得自己也成长很多 陪伴中我们透过生命与生命的陪伴 可以让孩子看见不一样的自己 教育部表扬青年志工团队 从社区偏向教育等等多元面向出发 注入年轻力从服务中找到自我价值 大爱新闻 陈品杰 李明华 台北报导 还有我们下期见的 大家 dzrd集中 我们下期见的